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的头条一样也是 台铁自强号撞死两名铁道工的相关报导 联合报则是 行政院消保处随机抽查了市售三大品牌的手机 冥想到资安全都不及格 危机百分之百 了解完三大报的头条 接着要再来关心的是 国道中山高彰化路段 昨天凌晨四点多 有一辆小客车先是撞上了中央分隔岛 驾驶和乘客下车之后就站在车子后方 却没有摆放警告标示 可能因为当时天色昏暗 车速又快 一辆阿罗哈客运的大巴士闪避不及撞了上去 结果造成两人不幸死亡 而客运车上也有两名乘客受伤 阿罗哈车头全会挡风玻璃碎裂 小客车驾驶和乘客在国道上遭高速撞击当场死亡 小乌龟停在中线嘛 对啊 那两个就站在哪里 大概在他屁股那边啊 两个都站在屁股 对 小车都给他摆 两台都给他摆 那小车都在乎乘客 阿罗哈客运苗星驾驶向警方表示 7号凌晨2点多从高雄发车 清晨4点40分行经中山高北上207公里 花连站背道路段 发现中线车道上有抛锚的自小客车 刹车不及撞上 当时小客车驾驶和乘客就站在车后 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示 有两名的乘客站在车道上 他看到之后要踩刹车就来不及了 然后阿罗哈他有把内侧忽然的 分割岛有撞一个洞出来 阿罗哈客运当时车上有17名乘客 一位27岁和一位49岁的乘客在猛烈撞击后 滑向路肩时距离摇晃的车体 造成了错伤和擦伤 车上的乘客多半是从高雄打野车 赶着回台北上班 他左右摇晃的时候 对 可能就这样子有去晃动到 车身就是摇晃这样子 后来就刹车了 趁着我就掉到车子底下了 所以你的伤刺是在哪里 在左背部 自小客车驾驶是49岁的郭姓男子 载着84岁的邻居 严姓老夫人北上看医生 没想到却发生不幸意外 到底小客车故障的原因为何 以及整起死亡车祸的发生原因为何 警方要厘清责任归属 记者黄泉世杰 彰化报道 都回答了 第二 里面 领悟